8月21号的晚上 杭州一小男孩手里头的气球突然爆炸了 那部分暴力的气球碎变呢 甚至卡进了那小男孩的喉咙 非常的危险 怎么炸的啊 经过调查之后发现 男孩在玩气球的时候 他的奶奶在旁边吃橙子呢 然后当气球遇上了那橙子的时候 砰就炸了 气球和橙子这两种看似毫不相关的东西 放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 今天我们就用几个小实验来看一看 我在这里准备了几种像橙子柠檬 这样的柑橘类的水果 将它们的果汁递到气球上 接下来我们是打好了一个小气球 用刚刚切好的柠檬汁 把它递到上面才有什么样的反应 接下来记者又切开了买来的橙子 挤压橙子皮 将汁液喷射到气球上 接下来记者又进行了多次实验 当气球遇到橙子皮的汁水时 爆炸就会发生 当柠檬橙子皮的汁水 接触到气球 爆炸为什么会发生呢 我们平时所买到的这些气球呢 一般来说它所使用的都是一个橙子的材料 那么我们挤那个橙子的皮的汁呢 它里面是含有很多的这个 双香金和纸类的物质 那么这些物质呢 实际上都是一个橙子的一个良好物质 那么当这些汁建到气球上之后呢 橙子碰到这些双香金和纸类物质 就会发生一个融胀作用 那么这个气球表面上被建造的地方就会变薄 那么气球的表面呢 它张力就不均 从而就会发生爆炸 除了实验中用到的橙子柠檬之外 柑橘 葡萄柚等柑橘类的水果果皮内 都含有这种芳香厅的物质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 小朋友们在玩这些气球的时候呢 大长们应该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如果在玩气球的时候 这些橙子啊 柠檬啊 柚子啊 这些就是说水果表皮里面 含有这些芳香菇或者纸类物质的水果呢 在它们玩的时候要尽量的远离 方式说因为不小心碰上或者见上以后发生一些疑惯 这就是真相 其实我也跟大家一样 到了这岁数了 我才明白原来玩气球的时候 不能在旁边吃这些东西 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网友 动动手指转发出去 让更多人看到 多人看到就能多一份警惕 转发提醒 感恩感德 点个赞 再分享出去嘛 爱你哦 没看够的小伙伴请微信搜索 ZM1167 ZM1167 点击下方搜一搜 关注公众号最美黑龙江 每天更新时事热事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记住了 ZM1167